平与见,是人之所勿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人, 忽孤沉迷,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道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子曰,我未见好忍者,不不忍者,好忍者,无以上之,不不忍者,其为人已,不使不忍者,加乎其身, 有能一日用其力,与人已不,我未见力不足者,甘有之已,我未知见也。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道,观过,知之人已。 子曰,道文道,戏使可以。 子曰,自治于道,而此恶依恶使者,为主与异也。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敌也,无墨也,义之于弊。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行,小人怀慧。 子曰,仿于力而行多愿。 子曰,能以力让为国,何有,不能以力让为国,如礼盒。 子曰,不患无畏,患所以利,不患莫己之,若为可知也。 子曰,身曰,身曰,无道依以管之。 曾子曰,为,子曰,门人问曰,何谓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宗述何以矣。 子曰,君子欲于义,小人欲于力。 子曰,见贤施其焉,见不贤而,内自行也。 子曰,是父母姬贱,见智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愿。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邦。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未孝敝。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 子曰,一辙以喜,一辙以聚。 子曰,夫者言之不出,此功之不代也。 子曰,以曰施之者,嫌疑。 子曰,君子欲乐于言,得敏于信。 子曰,得苦孤,必有灵。 子曰,君说是怒疑,朋友说是疏疑。 公送弥勒就苦真经, 佛说弥勒就苦经, 弥勒下是父非亲, 领宝吉鲁林山地, 脸花印证好山盛, 落在中原山心地, 大正是宽王桃心, 天真收缘卦圣号, 正在十字点神兵。 云雷正开物极图, 天下神鬼苦安宁, 听在人天中华母, 九连圣叫灰上圣, 天花老母陪玉陷, 中原显化在五东, 南北两极连中序, 温元骨彻在中央, 老母将下风天窍, 五颖三千对合同, 婴儿要想归将去, 此面当来明乐心, 用心持面膨来救, 朵朵心连去超生, 智德西来白羊子, 香额甜甜化成经, 每日至今常词念, 三栽八难不来清, 跳下成佛情礼拜, 常词聪明智慧经, 修经邪人无庄话, 老栓意满面无声, 老母将下真天正, 用心持面有神风, 满天心动都向世, 古方恋先向天空, 更帮成皇来对抗, 报是灵同茶的清, 三官大帝只悲住, 赦罪三朝救众生, 救赴天尊来救世, 清点文部接地神, 把大金刚来护法, 四位大救众生, 平灵三十六元将, 如把灵关紧随根, 不住迷乐陈大道, 早又乡儿子安明, 北方真武为将帅, 金灵三十六元将, 何其造其生日愿, 头顶身罗七宝心, 为正北方为帅手, 祝新诸二话讲兵, 大救援人乡儿女, 过花落地化为尘, 日海龙王来祝导, 各家祥与去衡空, 十方天兵赴佛将, 保佑弥勒去成功, 红阳了道归家去, 转道三阳弥勒尊, 吾皇赐令计下身, 收服南颜归正中, 来往道下严重, 团下当来大藏经, 婴儿叉旅长持念, 别神不敢来敬声, 持念已变神通胀, 持念两变得超声, 持念三变神鬼叹, 王两叶魔化为尘, 修持节内君路静, 念起真言归同令, 拿无贴元太宝, 阿弥陀佛十叩, 一叩, 再叩, 三叩, 四叩, 五叩, 六叩, 十叩, 八叩, 九叩, 十叩首, 爱祥祈福送经回向文, 弟子姓氏姓女, 请各报自己姓名, 定是陈梅香, 弟子神龙宗, 愿将以上诵经功德, 愿将以上诵经功德, 公转成, 回向于天地, 回向于祖先, 回向于祖先, 回向于父母, 回向于父母, 回向于子女, 回向于子女, 肯后请慈, 肯后请慈, 弥勒祖师, 弥勒祖师, 南海古佛, 南海古佛, 地功佛佛, 地功佛佛, 乐会菩萨, 乐会菩萨, 慈悲祖祖祖, 愚求战争止息, 愚求战争止息, 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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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求风调雨顺, 愚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国泰民安, 事所制导, 事所制导, 圣词昭格采纳, 圣词昭格采纳, 南无, 当来下身弥勒尊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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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无当来下身弥勒尊佛, 感谢各位前显慈飞, 后学今天学习到这边, 祝大家有个美好夜晚, 谢谢, 好, 感谢明江处长, 为我们导读, 好, 各位前显晚安, 拜拜, 领认晚安, 经理晚安, 哦, 拜拜, 前显晚安, 再见, 各位前显晚安, 感恩啊, 感恩啊, 感恩前显慈悲啊, 晚安, 大家晚安, 感恩父亲人慈悲, 感恩各位典团师慈悲, 各位典团师, 各位领认, 各位副领认, 各位主长, 各位团主, 各位讲师, 各位前显们, 大家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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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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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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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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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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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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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森林最可怕的十个精人发现 探险队以外拍到恐怖画面 第一名下坏科学家警告千万不要去 在神秘的原始森林当中充斥着很多神奇的传闻 也充斥着很多神奇的发现 他们的出现 突破人的认知范围 有的生物要比飞机还要大 有的河流竟会自然的沸腾 也有着传说中早已失踪的黄金古城 第一名更是一个传说中的种族 他们似乎是为诅咒的存在 世界之大无其不余 今天就带你一起看看原始森林意外拍摄到的十个精人发现 相信一定会让你大感震惊 第十名黄金古城 在上个世纪的大航海时代 所有的资本主义帝国都先后派出了多支探险队和船只前往世界各地去找出黄金的踪迹 根据传说 有着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叫做印加帝国 这个帝国所有的宫殿和房屋都是用精英进行装饰的 它就位于哥伦比亚的丛林深处 在丛林深处有着一个瓜大维拉虎 据说这个湖泊当中 就埋藏着这座黄金之城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开始哥伦比亚政府就已经派遣了军队和当地的民兵组织去保护属于他们的财富 此后 哥伦比亚政府也先后派遣了多支搜索队 前往湖中去找寻黄金 经过前后几个的搜寻 也确实在湖中打包出了金币和金砖这样的物体 但是并没有大量的收获 据士兵所说 这个湖泊非常的深 大量的物体应该在湖的底部 湖泊底部的能见度非常的低 目前还没有办法开展有效的搜寻 不过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个湖泊当中 确实掩埋着黄金之城千百年的秘密 迄今为止 湖泊当中的秘密仍在 等待着他们的发掘 虽然被当地政府严加看管 但是仍然有很多太监爱好者悄悄潜入湖泊旁边 自行搜索黄金的踪影 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找到更多的黄金了 这样的秘密仍然等待着诸多太监爱好者和历史学家发现 第一九名沸腾的河 在秘鲁的亚马逊丛林当中 有着一条神奇的河流 这条河流就像是水煮开了 沸腾一样 中间都是温热的 这条河流平均温度在86摄氏度 在这个温度下 人类是没有办法接近的 因为一旦进去就会被烫伤 沸腾的河流 河面宽25米 水深在6米左右 整个流域面积将近6平方公里 这条河为什么可以沸腾 也引来了诸多自然地理学家和环境学家的好奇 有的专家学者说 这条河流是因为火山的原因才会中年沸腾 但是时间发现你这条河流 最近的火山在700公里开外 无论是地脉影响 还是底细的热量加持都是不切实际的 又因为这条河流温度较高 常规的检测仪器和人类根本没有办法下到河流深处进行探究 通过对上下游河流的检测 发现在这一半的地条深处有着诸多的缝隙 阶线缝隙的深度非常的大 最深的缝隙可以通往地壳表面 也就是说地球内部的温度 会通过这些缝隙传导致地表 这也就造成了这条河流中年处于沸腾的状态 生物学家也在沸腾的河流旁边采集了一些微生物样品 进行基因测试 发现在河流下有了一些全新的生物物种 这些物种极其的耐高温 不会在河流当中被组成浆物 河流当中仍然潜藏着大量的米 等待着人们去发掘和发现 第八名神奇的鸟蛋 在十三世纪有着这样一个神秘的传说 根据探险加马克波罗的记载 它曾发现过一只巨大的鸟类 这个鸟类翅膀张开将近有二三十米 一根羽毛就要有十米左右 它的体型硕大无比 可以将一只大象轻松地抓上天 这种鸟类也被称之为象鸟 但是这种生物是否真实存在 也引起了诸多专家们的怀疑 不少生物学家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的搜寻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非洲马达加斯加的聪明当中 来自英国的生物学家戴维飞雷德里克 找到了一个神奇的鸟蛋 这种鸟蛋要比常规以上的鸟类的蛋要大上很多 就连世界上最大的鸵鸟蛋跟它相比 都是相亲见处 这类鸟蛋它的碎片厚度就已经超过了一厘米 而且蛋壳外表的强度非常的坚韧 极不易锻炼 这个鸟蛋到底有多大呢 它的大小就如同刚生下来的小牛犊子那么大 通过碳元素基因测序检测发现 这个鸟蛋正是来自公元前七世纪左右 距离今天已经经过了一千三百多年 根据考古生物学家研究发现 这个神奇的脑袋可能正是来自马可波罗技术当中的象腰 因为这种生物在距离一千年的时间就已经灭绝了 在时间上是完全符合的 目前这位神奇的鸟蛋已经被英国牛津大学保护起来 相关的科学研究成果仍在进一步发掘当中 第七名失落的喉神之城 在中美洲洪杜拉斯的森林之处有着一个传说 那就是在这里有一个喉神之城 任何创入这个城市的人都将遭受到诅咒 正是出于这样的传说 著名的自然探险学家道格拉斯普雷斯顿 出于好奇就前往了宏都拉斯森林深处 寻找传说中的喉神之城 他也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书 去尽自己看到的一切 所谓的喉神之城 这是原住民宏都拉斯人建造的一座城市 因为他们深处森林深处 对外界的信息获取量是比较少的 所以大量的原住民仍然保留着较为原始的生活方式 从外表上看 他们就像是一个原始人一样 也就是所谓的喉神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这些人在欧洲殖民者的枪袍下变的不知一提 轻易地就将他们的家园损毁 原本六十一万人的宏都拉斯原始人 在16世纪五十年代左右 竟存活了3.2万人 这些殖民者登陆之后 在宏都拉斯当地进行很多非法的操作 也就导致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受到了破坏 传播了大量的流行疾病 这些流行疾病也就成为了后人传说中的诅咒 救援探险加普雷斯顿自己从森林之处回来之后 就已经感染上了历史万元重病 这种疾病在他的发病后 其会让他全身进行溃扬 跟他一同前往森林深处的其他探险家 也都不同程度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疾病 第六名史前巨蟒 在二战结束之后 发生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事件 这起世界的主人公英国的飞行员也拍下了一张足以让世人见到都胆战心惊的照片 照片当中出现的是一只15米长的巨蟒 根据后来专家的调研发现这只巨蟒就是来自于史前生物太坦蟒 这名英国飞行员雷尔多 当时也写起命丧网蛇之口 根据当时任务的需要 他会同其他两名飞行员在钢国语林上空执行任务 他们在飞到一处山脊处发现了明显的异常 山脊上出现一个三角形的巨大生物 处于警觉性的反应 维尔多同其他两名飞行员一同飞到上空进行查看 这一飞不要紧 他所驾驶的飞机迅速被山脊上的生物缠住 无论如何都挣脱不了 另外两名飞行员第一时间就驾驶飞机 向那个不明生物飞去以抵近飞行威胁的方式 试图让那个不明生物松开 在脱离险境之后 他们才发现那个不明生物竟然是一个巨大的蟒蛇 它的前半部分站起来足足有三米 高整个体长更是高达了15米 这种泰坦蟒蛇威力是巨大的 连一架580匹马力的持生飞机都完全拉不动 而且在那个时期也不存在着照片P图这样的科技手段 所以说这张唯一流逝的照片 也证明了原谷巨蟒的存在 在2012年某国海岸线上也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蛇骨股价 这个股价身长20米 据专家所说 世界上最大的蟒蛇体长曾经达到过130米 所以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上 我们可能也是真实存在过的 第五名失落的金基城 在钢火国家内部有一个故障的传说 在钢火的核心身处有一个失落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地下埋藏着巨大的黄金宝藏和钻石宝藏 金基城的每一任国网 他们的使命和任务就是去保护这样的矿藏 不被外界的人所掠夺 随着时间的更替 金基城的发展也面临着苦风瓦解 最终掩埃见了历史的尘埃 但是后人却从没有间断对于金基城的搜寻 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 美国有一支最著名的探险队来到了钢火深处 根据当地人的论述和一些相关文件的记载 找到了失落之城的位置 但是想要进到核心深处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要通过层层的阻碍 还要面对着一支有黑星星组成的卫队 这些黑星星卫队凶猛异常 剑人就是捕杀 剑人就是撕咬 整个探险队都损伤非常严重 他们为了逃出生天 立即选择了用炸药炸出一条生部 炸药爆破的巨大威力也造成了中边火山的盆发 最终这座失落的古城也再次消失在历史的尘埃当中 实至今日仍然有猎奇的探险队选择找到这座古城 但是仍然是没有任何发现 这些关于宝藏的秘密也都成为了传说 第四名史前生物 这世界上真的有恐龙存在 你相信吧 众所周知 恐龙早已经在6500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 但是在非洲的丛林身处 竟然有人声称存在着史前生物 据当地人描述 他们所见到的这种巨大神秘生物 拥有着像恐龙一样长长的脖子 还有蜥蜴一样的脚 当地人称它为摩克拉姆编背 它是一种石草类的毒 毒公机性不强 经常出没于沼泽和湖泊之中 鼻孔还会经常喷出漆皮 伸长大约在5米至10米之间 颈部的长度能够达到1.6米和3.3米之间 同时它的尾部还拖了一个1.6米到33米左右的尾巴 从外观上来看 整体的皮肤颜色以红褐色为主 越带一些棕色 第一次目击它的记录是在20世纪80年代 来自美国芝加哥的生物学家迈克尔在意外之中发现了这种一半像大象 一半又像恐龙的生物 根据生物学记载 根本没有这种生物的存在 随后众多冒险爱好者都来到了非洲与林地区去找寻这种类似于恐龙的生物 在几年后 钢国土地上就再次出现了钢国恐龙的踪迹 也有更多的人不记得钢国恐龙的存在 但是时至今日就再也没有见过它的踪迹了 不知道是因为环境的变化还是生存栖息地的变化 这种生物就像是从人间蒸发的一样 第三名巨大的黑色狐狐 在雨林深处潜藏着一种巨大的生物 这种生物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平常当中就能看见的蝙蝠 但是这种蝙蝠却体型大的下雨 它的外表看起来就像是一只狐狸 特别是土布 就像是一只黑色的狐狸一样 这种蝙蝠站起来有正常男性那么大 它的双一展开就有1.8米长 而且这种蝙蝠不仅仅只在夜间活动 在白天的时间里也会看见它们的身影 它们会出现在村民当中的任何位置 并且仍然保留着蝙蝠的细性 倒挂在树枝之上 无论是何人见到这种蝙蝠的身影 都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据说这种黑色的蝙蝠一旦发觉有其他生物闯入它的领地 它就会主动向闯入的人发起攻击 试想一下 如此之大的蝙蝠向你充满 这将是一种多么恐怖的场面 目前还没有关于这种生物更多的记载 人类真的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唯一的生物吗 在此前的时光里真的没有其他生物形式存在吗 这种疑问 一直都是诸多探险爱好者和自然生物学家的心中所讲 在2012年厄瓜多尔的丛林身处发现了一座不属于人类踪迹的城市 这座城市当中所有用到的物品 都要比人类所使用的物品大上很多 其中城市当中最大的建筑物是一座79米高形状非常奇怪的金字塔 这种金字塔还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的结构和构造 在它的顶端是一块极其光滑的石头 根据研究发现它的作用主要是祭祀 但是在这座失落的城市当中也有着其他建筑物 这些建筑物不为民房不为活动用的房屋 所有的房屋大小都是正常人类所使用房屋的二至三倍大 就连失落屋城当中潜存的一些使用工具 也都是人类正常使用工具的两倍大 如果是我们正常人类来使用 根本没有办法拿起来 在这里一些古生物学家更是找到了一种类似人类的骨骼碎片 通过基因检测测序发现 他们也曾经是地球上生活过的一种生物 像人类一样拥有正常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 依靠着生物本能 他们铸造的这些比人类还要巨大的工具 这种生物的高度是人类的两倍高 也就是所谓的巨人异族 目前有关失落屋城的研究仍然在进一步发掘当中 相信在未来一定会得出更多关于巨人异族的消息 民族 在墨西哥的森林深处有一个十分神奇的原始部落 整个部落当中有70%的人口都是盲人 这种眼不失明并不是一种病症 似乎是一种诅咒一样的存在 部落当中新出生的婴儿 最开始也是拥有正常势力的 在两三个月之后就被逐渐失去光明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神奇的一个部落 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近乎全是盲人部落 他们生活在墨西哥马德雷山区的原始组林里 在数百年前 他们的祖先就是印第安 为了躲避战争和灾火 来到了人气罕至的地方开始繁衍生息 在部落里他们并没有正常使用的文字 甚至连语言都非常的少 为了探究这个部落当中为何会失明传染的这个问题 先后也派出了多支考察队进行探究 对部落当中所使用的水 实际及风俗先后都进行了研究 发现部落当中一共三百多人 三分之二的人是盲人 通过对这些盲人的集中观察 发现他们都感染了一种寄生虫疾病 这种寄生虫名字叫做围线虫 围线虫会集中攻击人类的眼球部位 并且在眼部周围进行繁殖 当数量达到一定地步的时候 就会造成失明 这种围线虫是从自然界而来的 他们通常潜伏在森林当中裹营的身体上 在人类接触它之后 这种寄生虫就会向着人类身上潜伏寄生 好了 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以上原是森林意外拍到的十个精人发现 哪个让你印象最为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观点 最后请求一波喜欢和订阅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不错 别忘了按下小铃铛 不错过之后的每期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问陈金思汗和铁木珍 最可怕的十个精人发现 探险对意外拍到恐怖画面 第一名下坏科学家警告千万不要去 在神秘的原始生命当中充斥着很多神奇的传闻 也充斥着很多神奇的发现 阿姨 そう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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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